詞曲 李宗盛 最主要是以百態觀音為主 因為我終身的願望就是能完成百態觀音 這也是我們台灣有史以來 第一個能夠發現說要用銅雕的藝術 來把百態觀音給呈現出來 因為這個百態觀音要多少年 幾十年的心思跟心血還有經費去把它完成 但是我會做這個佛像藝術是因為一些因緣 從小的因緣來講起這樣子 因為從小對這個佛像藝術 佛像這種東西就情有獨鍾 就像我的心裡住著一個那種古老的很 很老靈魂知道嗎 因為很小的時候 就對這種中國老的藝術就很有興趣 尤其是對佛像這樣 同雕的過程是應該要先塑形 也是要擬塑 就是我們要把它用我們雕塑的技巧把它呈現出來 再去翻磨 有經過幾十道的工法才能鑄造成銅 然後再做一些仿骨的染色的效果把它做出來 這樣子 是材質的不一樣 但是銅它給人有溫潤的感覺 又可以永久的保存 是跟木頭是不一樣的 你看我們的每個肌理的表現 跟那個表面的處理都非常的細膩 都要手工去抛去磨 而且不是用噴漆的方法 因為坊間很多是用噴漆的 把這個銅的顏色給包覆住人 當然是我把它呈現出來 它每一個細節我都要把它修正得很好 因為它如果有一個坑坑點點 我都要用焊接把它焊起來再去拋光這樣子 所以困難度還蠻高的這樣子 百態關於是一個給自己一個目標 因為這個目標是很大的 然後希望有生之年把它完成 那希望說有一個地方能夠擺飾 一個成立一個百態關於館這樣子 我地點是在台中市文心路市段731號 胡凡同調藝術館這樣子 希望大家有緣的話可以進來參觀 謝謝 好,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